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背著貨背包又拖著行李箱 大包小包在大廳裡等候 沒多久就看到體育主播張以棋 田校來接他上樓 六月底被周刊直擊 密戀半年的兩人現身張以棋住家 一待就是十一個小時 隔天一早 楊俊翰還換了套衣服出席活動 年僅二十一歲的他 在去年世大運一跑成名 恭喜楊俊翰 哇 他是南下了二十六年來 中華隊在田徑世大運的 第一面金牌 有多男子一百公尺金牌的楊俊翰 被稱為亞洲最速男 不僅體育成績亮眼 當年還以全校第二名成績 保送台中體育院品學兼優 能文能武 人生就是不停的賽跑 儘管再累 一定有到達終點的那一天 根據了解綽號娃娃的體育主播 張以棋 天美外型和專業形象 擁有不少粉絲喜愛 在楊俊翰時大運一舉成名之後 因為採訪關係 兩人走得近 才促成這段相差九歲的姐弟戀 先前他也自爆 遭到知名球評李一生性騷擾 掀起體壇風暴 你太小了 你守不住我 你守不住我 是不是講一嘴好球對不對 女主播愛上體育明星石油索文 先前也傳出 由小飛俠之稱的籃球好手劉真 和前體育主播余希傑 過從生命 包含SBO台皮球星余幻亞 也曾和主播李韓嬌往過 想必未來張以棋 和楊俊翰的一舉動 將受到各界矚目 這次參加分析為台北報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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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